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知今年去哪走大運好呢? 不用擔心 玲玲師傅 這次要視乎你想催旺些甚麼 財運、事業運、桃花運 其實不同的方位都有不同的東西 我們一邊走,我告訴你 OK 走大運就要看你要甚麼 如果你真的想財運旺 在牛年來說,就向西邊走 好像來到西環這地方就特別適合 補充一點,其實這些聚旺方位 是按港救新界來劃分的 所以港島就是西營盤和堅尼地城 而且不限農曆Sunny,整個牛年都適用 想窗旺財運的朋友 不妨來魏里方的壁畫場拍照打卡 再去Cafe Hopping 碳雲區裏面的特色小店 行個大運,祈求新一年,財運滾滾 主要你想旺下事業、升職、進修 在牛年就要往東邊走 因為文昌式是菲林東邊 香港來說,柴灣、小西灣這些地方就特別適合 至於九龍區,就可以去觀塘 牛頭角、啟德和桃瓜環一帶 再發掘觀塘工廠區裏面有什麼好吃好買的地方 順便催旺升職加新 例如駱駝7,原來有間貓貓咖啡 裡面有超過20隻貓星人住場 可以食住春雞、Benedict 8 並跟這班可愛有癡人的貓貓玩 附近還有這間太空主題的樓上雜貨店 店裏面的星球圖案電話殼、電腦保護殼 甚至門口那種滑板凳 都是店主一手一腳噴劑而成 想DIY賣星球畫、星球小物 也可以參加噴劑體驗班 主要旺桃花的女生的旺桃花就是往南邊走 即是淺水灣這些地方 特別旺桃花,不妨當手一點 明白,我們走吧 正南方是牛年的一百桃花位 除了港島的淺水灣和赤柱 其實去新界的荃灣 一樣可以走過桃花運 不如去城門水塘行山 欣賞大片的八千層美景之餘 順便呼吸新鮮空氣 親親帶自然